洪杜拉斯发生暴动 导火线就是总统大选结果 被质疑坐票搞鬼 导致两个礼拜过去 新总统难产 据消息指出 外交单位早规划 明年1月中旬 蔡总统出访中美洲友邦 参加洪国总统就职大典 现在计划可能生变 洪杜拉斯现在是正情 扑朔迷离 大家都看不得非常清楚 假如去的时候不对的话 可能反而影响到我们 跟他的邦交 洪国政局动荡 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 叶南得资友台 但在野党纳斯拉勒立场左倾 还称台湾是大陆一省 蔡政府要安排访问 找对口也怕压错报 谁到底是合法选为总统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100%定论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去交往的对手 可能都心不在焉 原定2018蔡总统一惯例 出访两次 一跃到洪都拉斯 海地多明尼加等 八月访巴拉圭 外交部表示 现在来谈出访 还言之过早 我们自己的筹备筹划出了问题 他假如在外交上有碰壁 在内政上又不得施展的话 那当然是会出现一个 内忧外患都有这种情况 内外都卡卡 蔡英文想一手拼内政 一手巩固外交 却没算到红国大选 县僵局 记者李孟昌 邵玉米台北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